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有文明以来 人类就懂得利用骗术去诱报列物 文明与进步 伴随以来各式各样的方言 隆属造假的伎俑推陈出身 百花齐放 时至今日 烟幕 隐性催眠 误导性的包装 已经将造假的草藝推向极致 究竟 这个世界 什么才是真呢 在这里 我们跟大家揭开 北北北雪雪的真相 很多个年萌兵 我现在也有须思想 有一个新的城市 少许要有一个 Mr.rek 梢兰充他 的包装 原来是更多的 我还想让我们监独 一样的帮助 我希望他们这种 为何的角度 甚令他们都会担心 Fut 回到第二季節的《不能說的真相》 今集是第二集 又一個星期這麼快 除了我之外 上一集也介紹過一位新主持耶曹 燒他不死的 大家好 出了街後 春風吹猶生 我們今天言歸正傳 很快進入題目 我們今天所說的主題就是 末日總之父 聽過 聽過 都這幾年都有介紹 我首先說回 末日總之父的由來 是怎樣來 以及在哪裏的位置 好了 先說一些閒話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 製作一個總之父出來 我呢 這幾年大家都一直在說2012 不說2012都有各種的 危機 我們是覺得這個地球 現在不是很難的 那麼世界末日會不會呢 就算不會 會不會有其他任何大災難 會不會有水位上漲 會不會有Polar Shift 這些情況 總之 什麼叫Polar Shift Polar Shift 糟了 又要說了 地極轉移 對 地極轉移 總之 我們其實整個地球都有不同的危機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遺生 所以如果我們面對著這麼多危機 整個總子父儲存定的種子都是好事 其實初頭的原意也跟大家的想法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地球面對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天然災難 水災 地震 刺激轉移 甚至是有玩石撞地球 而我們地球最重要的其中一個資源 就是植物方面 所有植物都是靠種子引辱而成的 我們看到其實種子是維繫了整個地球生態 以至到我們人類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亦都是因為為了延續植物的生命 地球人就開始去構思 我們除了是做一些保育上的東西之外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令到我們的種子 是免受災難 以及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之下保存著 我感覺有點像植物的羅雅方舟 是的 其實有些人說 末日種子庫叫植物的羅雅方舟 是的 真的 即是我們每一個物種羅雅方舟 羅雅那裏有一坨 一蘭一禮 可能每一種種子有一堆 那放在哪裡 怎麼放呢 末日糧倉 或者末日種子庫 又叫種子的羅雅方舟 其實它是保存在挪威 一個接近北極那邊的地方 你知道羅雅方舟位於極高的緯度 以及接近北極的位置 所以那裏的地方就適宜建造一個保存倉 先說會有種子庫的位置在哪裏 如果大家打開挪威的地圖 你會見到它在一個群島的附近 它是近北冰洋的中心地帶 就有一個群島 這個群島就是位處北極圈之內 所以長年內月都是比較冷 以及都是在零下負十幾度的氣溫之下 冷的地方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令植物得以保存 以及免受這個洪水的影響 再說這個末日總子庫其實就在07-06年開始建造 去到08年2月16日就正式建立了 而直到去年 即2010年9月 羅雅正式啟用這個末日總子庫 整個計劃大約用了差不多超過1000萬的美金 每日總子庫其實就位於斯瓦爾巴特群島 地下一個400米的凍土層裏面 即是為了一條人工開鑽的隧道 直接通入這個總子庫就放在裡面 中原你剛才說這個在挪威的地方 挪威政府也是一個發起人 是的 那它有絕對擁有處理權 這裏我先賣個關子 這塊資金是由政府出資的 即是挪威給錢的 其實不是太多錢 但這是官方公佈出來的數字 以及挪威政府建議興建 但原來背後有六個國際組織的企業 原來裡面隱藏陰謀 這個留在第二節先說 先說這個媒體總支庫的架構 這個總支庫全長45米 有一條隧道貫穿 這條隧道高和寬都是4米 周圍都有一些厚達1米的混凝土包圍著 還有這個總支庫分兩個倉 一個是工作倉 另一個是儲存倉 而每個儲存倉的溫度是零下18度 零下18度 還有每一個儲存倉裡面都分門別類 有很多不同的櫃 根據種子的特質地區分類 將種子收集起來 然後用真空物質的石子袋 就儲存放在裡面 而成為一個總支儲存倉 總支銀行 總支銀行 銀行我們可以放很多錢 放很多珠布金銀 這個每日總支庫也是一樣的 他的計劃就是想收集來自100多個國家的種子 總數達到450萬種 合格賣賣最終會儲存超過20粒的種子 即是每一種的植物就儲存20粒種子 不是 有450萬種的種子 但它儲存數量合格賣賣就超過20億粒 20億粒 所以其實數量是很龐大的 數量是非常龐大的 不只是挪威政府一個國家參與 而是全球性的這個計劃 450萬種真的很多種 一個抽屜放一種 即是400多萬個抽屜 其實它主要放 只是放農作物還是所有的植物呢 所有 當然它放的植物 不是對人類有生產價值的農作物 以至於其他植物都在裡面 即是一定會有農作物 不過除了農作物之外 其他我們在自然界看到 花花草草、觀賞性的植物 藥用性的植物 或者一些橋木、柴木 任何的植物 它都會擺放在裡面 包括我們上課 包括我們上課 野草 那真是很好 帶麻 你也覺得好 我們首先就再認識一下 這個每日種子庫的架構 它在挪威是有一個原因 挪威是比較冷的地方 所以氣溫是比較穩定的 它不像香港一樣 是一個壓熱大的地方 四季分明 四季分明 有冬天、夏、天、秋、天 還有潮濕、多雨 有時是乾燥 但是你在這麽嚴寒的環境 永遠都是保持一個負十幾度的狀態 氣溫 以至濕度 是保持一個恆久不變的狀態 這其中一個先決的條件 還有沒有想到第二個原因 為何會選擇這裡 偏僻 也是一個 因為它是比較偏遠 遠離人煙的地方 不會受到一些人為城市的擴建 或者是一些天然的環境所影響 因為它是一個凍土層 以及位於一個半島的狀態 所以可能面對海嘯 山泥傾瀉 地震的機會又少了很多 沒有污染 不是在地震帶 對 不是在地震帶 沒有自然災害 也沒有污染 而且它是有差不多的高度 如果海水水位上升 或者是上高的雪山溶了雪之後 都不會浸到它 這才是主因 我還想到一個原因 我覺得挪威政府的面貌 比我感覺上 政治中立一點 如果你跟我說 末日種子庫 撤向美國阿拉斯加 我會 想起來 我會多些陰謀想出來 我會不會相信 這件事會不會有很多陰謀呢 要我把我們自己寶貴的種子的品種 都放在那裡 我覺得不太放心 如果是美國 待會我會把你的想法推翻 別以為改變的環境 就不跟美國老師 這是跟美國人有關的 好 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 會選擇這個地方 正如野草所說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有些科學家計算過 如果地球水平線上升了61米的話 這個儲存庫都不會被浸到 即是說萬一地球發生一個 可能刺激轉換 大地震 以至大海嘯的話 這個末日種之庫都能夠行免於難 即是不受這些大型的天然災害所影響 所以它有這個環境的地理因素 有氣候的地理因素 亦都包括了 好像浩西疑似一個政治國家的利益立場的因素 在裡面 好了 我們都會把一些關於 每日種子庫的圖片 放上討論區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種子庫的結構是怎樣的 好了 講到這裡 我們通常 中國人有句說話就是有鼻無患 或者是叫做防範於未然 這個概念其實在西方也有 所以他們有一個 製造種子羅牙方舟的概念 就是說 萬一大日有一個洪水 有一個很不可逆轉的天然災害出現 令到我們所有的植物 或者大部分的植物 面臨一個被毀滅的狀態 這個每日種子庫就發揮它的功用了 我們就可以開倉了 將一些以前的植物 或者差不多接近消失的植物 再次培育出來 糟了糟了 我這裡沒有野草 給幾粒野草 總之讓我們去花年 就是這樣 或者沒有米種 就想拿回一些 我們中國的水稻 適宜在這裡栽種的 從那裏提取行銀 拿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 理念多好啊 我覺得 究竟有什麼陰謀和真相呢 這個理念不僅是你拜的 其實美國時代雜誌 在2008年 都有一個選舉叫做 五十項最重要的發明 他也將這個羅威的末日種子庫 定性為其中五十項其中一種重要的發明 因為他對人類以至到 整個地球的生態 特別是靜物 是一個很重要 和很正面的作用 排第六 對 排第六 其實他的作用 就好像買多一份保險 就是我幫你保存多個副本 放下來 理念很好 但是這個這麼好的理念 背後 都存在著一些陰謀在裡面 所以才值得大家去討論這件事 剛才我說過 這個總子庫 官方公佈是用了一千萬美金 大約不夠一億的港幣去建造 而且還是羅威政府扔錢出來做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羅威政府 都是一個比較有民主、有制度 以及在國際舞台上 都是一個比較正面的國家 所以沒有人會懷疑到 羅威政府在這個末日總之庫背後 會有些不可告人的動機 這件事正正是 這個末日總之庫 他的身份認識得好 我所說 原來這個末日總之庫 背後的執行人 或者抓事人 並不是羅威政府 大家又怎樣看 如果發起人是羅威政府的話 應該是羅威政府 會很仔細很小心地去處理這件事 我想不到究竟是有什麼機構 其實才是背後的美國人 好 我說一下這個背後的機構 由哪六個國際組織或者大企業所操控 你就明白了 有我們所知的Bill Gates 比爾蓋茨 是當中的一員 另外有洛克菲樂 洛克菲樂 這間公司在裡面 還有一間 還有一間 這間最邪惡的農產品化工廠 上規度我們說過那個 盲山刀 沒錯 只是說這三間公司 大家聽完之後 大家都可以意想到背後一些東西出來 好 我們嘗試逐個嘗試去拆解 究竟這三個背後的執行人 如何去影響這個毋日總支付的運作 首先說明了 原來雖然這個毋日總支付 是由羅威政府出資興建的 但是整個的毋日總支付的運作 以至到營運經費 是由剛才說過那幾間公司 去負責去統籌 而且還涉及其他國家 例如英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以及Bill Gates 他們私人成立的慈善基金 一起去負責 去共同承擔 即是說羅威政府給錢出來興建 但是他沒有這個握事權 決定什麼時候開倉 什麼時候用 搜集什麼的總支 派給哪一個 他是no say的 是沒有權去說任何事情 反而整個運作 以至到那個握事的統籌 就落入了這幾個國際機構 以及其他的國家身上 其實羅威政府只是出塊地 那是不是有點像香港的迪士尼 好像 市權都給了別人 但是到最後 即使羅威政府說 我有這個 每日總支付的擁有權是我的 但裡面的總支付 總支不輪到他們的使用 而是落入這幾個大集團 以及國家的手上 就到這裡 我講完他們背後的組織 以及營運 大家又想到什麼 但是我們看新聞 早幾年 Bill Gates 即比爾蓋茨 肯將他身家大部分捐出來 做慈善基金的時候 大家都拍了手掌讚 讚他是大慈善家 Bill Gates 自從遺族 捐了他的遺產 已經 頭上冠了一光環 感覺都很良好 我也在想 電腦公司 除了錢之外 如果說Microsoft 就不像背景 就跟萬山都那些 這麼正確 照計一個大慈善家 肯捐錢出來做這些有益人類的事 應該是好的 這個當中其中一樣 不過你一說到萬山都 其實我是有點擔心 因為他一向 其實他現在都在走一個 種子霸權 你覺得他長遠的目標 是要成為唯一 這個地球的種子供應商 當然他如果參與 這個 每日種子銀行的項目 不無道理 確實如果以後 地球沒有種子之後 他繼續 要營運 可能更加容易 讓他達成這種 唯一 地球上 種子供應商 這種霸業 你也說到萬山都 為何他要搶一腳 來 去參與一份 去玩這件事 正正你所說 現在萬山都 他是管有 世界上 負責生產 全球基因改造 種子 佔九成的市場分額 即是說每十粒裏面有九粒 是來自萬山都公司 他的基因改造技術 是成為自己的專利技術 一個掌握著 基因農作物市場的供應商 如果他再擁有 這個種子庫的使用權 和這個價格操控權 的話 影響力是非常之大 我們不要忘記 當初他們說 成立這個種子庫 目的是什麼 就是當地球 發生一些天然災害 核戰 全球暖化 或者一些恐怖主義 甚至是一些地球 一些毀滅性的災難 幸存的人類 就可以拿回 這個末日種子庫的種子出來 再恢復地球的綠色生機 再將這些植物種出來 好了 我想問一句 就是萬山都做 怕改造的種子 你不要告訴我 現在末日種子庫裡 儲存的種子 不是天然的種子 難道他 我肯定告訴你 既然他儲存得種子 一定會有原裝正版的種子 也包括他自己基因改造的種子 當然他自己會保持一份庫本 或者備份 在自己的儲存庫裡 但現在我又多一個隔盲 多一個這麼安全的地方 我沒理由不擺多一份 對 所以我會覺得 萬山都其中差一隻腳 作為其中一個主要核心成員之一 其中的目的就是 他可以先作備份的作用 明白 所以他裡面 儲存的種子 除了天然的種子 一定有萬山都的基因改造種子 還有第二個最主要的誘因 就是萬山都在目前來說 他都有參與這個農產品的種子市場的營銷 原來他其中一種慣用的侵略手段 就是說去到別國之後 就收購一些當地一些原本的種子供應商 然後就以一個很賤的價錢 或者是用一些的 考取豪奪的方法 收購了這間公司 然後就將那間公司接埋 將所有他們當地原有產品 一些非基因改造的種子 就停止供應 好了 你不能買一些原本的種子 你就只可以買一些 人地供應的種子 或者是非基因改造的種子 那這個呢 就是萬山都其中一個 他要侵略 或者是壟斷其他國家農產品 一個常用的手段 明白嗎 明白 也不是 就是屢見不鮮 我們上集已經有一些 就是 有很多篇幅我們都說過 就是他塗這個八阿葉 手段都真的很多樣化 我可以說 而且是政府的人都賣他怕 其實我們上一集說大麻 就是大麻有這麼多好處 他就是一定是滅了你這個大麻的源頭 然後才可以推銷他的西藥 又或者石油 向見 所以其實現在的種子也是 他為了推廣這個基因改造的種子 一定是先收購你天然的種子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也是關乎一個很簡單的市場定律 就是供求的問題 當我們人類面臨一個很嚴峻惡劣的環境 地球上很多的植物是滅絕 或者是存糧好事的話 如果你擁有那些植物的種子的話 可能原本一粒兩毫子的稻米種子 去到那個時間 你不要說兩元 你只要兩百元也要買那粒種子 其實這個每日種知府 間接就給萬山都可以團職居期 以及將他手上的資本的價值推高 想到目的嗎 很顯然而見就是錢 以及他要操控農產品的市場 這是此其二 第三個 我們不要忘記萬山都的本頁 就是專門做一些含有基因改造成份 或者帶有一些毒害的種子 如果當市面上 或者全球都要食用萬山都所種植出來的種子 會出現什麼後果呢 大家想想 如果那個基因改造的種子 長期食用 會有任何後遺症呢 相信日後我們的死症種 還繼續食用萬山都的基因改造種子 可能會有一些共通的遺傳病 還有經濟上來說 到時我們現在香港人要抗議的 就不只是地產霸權 還有這個種子霸權 還有這個種子霸權 還有更重要 大家想想 其實食用是比住更加重要 沒錯 還有 你用得它的種子 一向都知道 萬山都一條路的服務 你用得它的種子 你一定要用它的農藥 繼續賺你的農藥這一筆 很顯然意見 就是說 萬山都叉著腳去參與 末日總支付 它的得益是非常之大 因為本身它可以作一個後備的倉存 第二就是說 它的基因改造的種子 日後對整個地球的影響 以至到農產品的市場 是一個很決定性的因素 所以 無論如何都好 萬山都一定要叉著腳來 去影響這個末日總支付的運作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背後的野心 是到哪裏 還有 說回Bill Gates 他本身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 原來他在這個 每日總支付裡面 他捐的錢 原來比每日總支付的建造價值更多 他捐了三千萬美金 我剛才說過 這個每日總支付 只是用九百多萬 是興建的 但是他捐的數目 是三千萬美金 不需要那麼多 那捐了那麼多 為甚麼呢 我就不知道 他計算出來 為甚麼是三千萬 但是想想 一個普通冷藏庫 他的營運費 一年用不需要一百萬美金 在一個地下碉堡 就像是一個紅酒的地窖 只要你一個基礎建設 最多讓你做防震 防爆和防洪的設計 每年的運作成本 就是行溫 保養維修 還有儲存包裝 以至到人工方面 斷股 我想一年都不用一百萬美金 對吧 那背後又有甚麼故事 捐這麼多錢出來 那不如我們這樣理解 如果這三千萬美金 是購買這個總支付的使用權 又怎樣看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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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Bill Gates他捐這筆錢 不是單單為了 只是為了興建這件事 那他跟羅威政府背後 有甚麼秘密交易 這三千萬美金 是怎樣入帳 這個我們經濟學 叫Future Value 它根本是project的一個未來的價值 大家試幻想一下 如果真的一天 如果是有一個大災難的發生 而至此地球有很多很多民種 尤其是現在說的 農作物的一些種子的品種 已經消失了的話 你不要說我三千萬 三億三十億 多少錢你都要付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梅油總支付 背後捐錢的人 其實就是換取未來的價值 你想一下 Bill Gates可以捐到三千萬 你猜一下萬山都 他自己對這個農產品市場 這麼大的影響力 我想他捐的錢 即使和他平手都好 他最少都不止是三千萬 這個價錢 你會看到其實 萬山都在這件事上面 那個身份是非常積極的 他也是想在這個梅油總支付 裡面有一個主導權 在這裏的出現 好了 我們講完這個 Bill Gates 也講完萬山都 關這個石油公司 諾克菲樂 有什麼關係 大家想想 諾克菲樂 我沒想到 Rockerfella 都是 我想Bill Gates 買了Future Value 即是多元生意 OK 我可能講一個概念 給大家知道 可能大家想到一些 就是 美國 以至到其他國家 他們有這個叫做 戰略石油的儲備 是 是嗎 其實當然 諾克菲樂 這個公司 他也會做這件事 做一些叫做戰略儲備的物資 現在那個儲備的東西 當然不只是限於石油 而是延伸到一個種子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石油是很多兵家必爭的物資 任何政府 它要涉及任何一個經濟活動 或者是整個國家的發展 一定是有石油的參與 所以就算美國 中國 俄羅斯 任何國家 他們都會處定一大桶的石油 一定數量的石油 去維持軍事 經濟 民生 以至到日常的運作 沒錯 其實現在這個種子庫的概念 亦都是一樣 這個種子庫的概念 其實不是現在才有的 原來在很多其他國家 包括中國 英國 巴西 很多南美洲的國家 他們都有這個種子庫的概念出現 而這個全球性的種子庫 是近21世紀才有的 其實甚至乎我們心目中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 譬如伊拉克 本來都是有種子庫 是的 伊拉克是有種子庫的 甚至乎去到我們中國的雲南 亦都有這個種子庫的存在 但是如果以這個規模來說 這個世界銀行總支庫 或者這個稱之為 羅雅方舟的每日總支庫 是全球性最大規模 但是很可惜 伊拉克的總支庫 就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時候 就是毀滅了 是的 我知道當時 有一些暴徒 去洗劫那家銀行總支庫 那暴徒是什麼暴徒 伊拉克暴徒還是美軍 我陰謀論這樣看 那些暴徒是否受到美國人指示去做 我不知道 但是一個肯定的就是 伊拉克本身的種子庫 已經是蕩然無存 他原先維持過百年前的種子 現在已經沒有了 所以如果伊拉克真的要找回 他們原當地的種子 我不知道他還沒有其他地方留種 否則的話 他還是要向其他國家 甚至乎向美國政府求助 不單止是伊拉克 剛才伊拉克說得對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 阿富汗在內戰的時候 那種子庫又被廢棄了 去到八十年代 秘魯的農業部 他收藏那些金樹的種子 也是被洗劫的 所以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有什麼 有這麼多有價值的東西可以洗劫 很巧合 你說你去金譜打劫我明白 你說你去人家文物館拿他的國寶 我明白 洗劫人家的種子庫 伊拉克就不是很聽話 阿富汗也不聽話 秘魯也好像不聽話 是的 還有 究竟誰會有這個圖謀去洗劫他 這些人的種子庫 會有獲益 也是呼之欲出的 又是那間 至於種子庫為何會受到破壞 到第二節再和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節的時間 到此為止 好 回來第二節的不能說的真相 我們今集的主題就是講這個末日總支庫 先前我提到其實總支庫 它有一個儲備的作用 眾所周知 我們每一個國家 包括美國、中國、英國、俄羅斯 他們都有一個石油戰 戰略石油的儲備 萬一遇到一些戰爭、災害 或者是一些不可逆轉的因素 他們透過這個石油儲備 去穩定石油價格 以及作為一個戰略物資的儲備 當然我們將這個概念延伸 亦都可以放在這個種子上面 萬一那個地區遭受到一些天然災害 洪水、旱災、地震、海嘯都好 他們會有一批備份的種子 或者儲備的種子 以便應急之需 所以抹日總支庫也發揮了 戰略總支儲備的功能 我們剛才提到很多 抹日總支庫背後 都有一些美國的機構、企業 甚至個人的慈善基金 在參與這件事上面 我們看到一個問題的存在 既然挪威政府是出錢起 但是握時權、營運權 或者種子的使用權 是落入其他機構 還有美國這些農業機構 以及石油機構身上 問題又出了在這裏 問題就是 我覺得米洗坊會逆利 為何要這樣看 人是自私的 你會不會將自己的幾條金條 放在別人家的家裏 正正的矛盾就是在這裏 如果真是他日地球 有一個核戰 或者是一個毀滅性的氣候轉變 令到所有的農產品、植物 失收、甚至面臨一個滅絕 好了 真的需要開倉打開這個總支庫 到時是哪一個負責去打開呢 派給哪一個 派多少粒呢 需要付多少錢呢 這件事到現在好像都沒有交代 直接肯定不用交代 我出錢的 我沒有打算要益你的 加上 其實剛才說的 Roccafella也好 晚山都也好 前居可減 他們的政治經濟圖謀 一直都是利己危他 炸到我們盡 沒錯 他只是會希望你的國家 所有日後的食糧會依賴他 我想不可能會指望他會善舉開倉 我收了那堆金條 拿出來大家分出去買東西了 傻的 這個善舉會不會由一間上市公司 什麼盲山都去做呢 我們從歷史 我們可以給大家肯定 他們不會做大慈善家 首先看石油 在70年代 曾經發生過石油危機 到最後美國跟中東的產油國 達成協議 以美元對活結算 還有很多背後的石油供應 輸出輸入生產的秘密協定 即是說 其實他們都用這個方法 去操控石油市場 第二 曼山都 他侵略其他國家的農業市場 慣用的手法就是什麼呢 首先收購當地種子供應公司 然後摺起來 又或者是以高價 將他原先的種子 賣給當地的農民 而去壟斷整個種子的市場 好了 根據這兩個前方 我們可以看到 曼山都 Bill Gates 慈善基金 或者是諾克菲勒 這間石油公司 真的遇上一個種子危機的時候 他都會使用同樣的手段 團職居期 將貨炒高 用一個高價賣給別人 這就是商業 他們營商最主要的手則 合成合理的 都做了這麼久 都是這樣做的 還有我們 整個地球政治 多年以來都是 國家字數門善說 不凡之不理 直接可以去別人的瓦上臨傷 不會管你死活 有人就這樣說 既然這個 涉及到全球性種子 安危的一件重要的議題 沒理由只是挪威政府 一個人獨力去承擔 或者向外籌其 找美國 萬山都去做這件事 應該就把這個 每日總支付這個層面 提升到國際級 可能是由聯合國 負責去制定 去編寫一些約章 甚至乎由聯合國出資 其他國家 在人力、財力 甚至乎在總支資源上 協助參與 但最後出來 我們看到 原來這個計劃 只是落在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身上 而是背後涉及的 捐款人士 或者既得利益者 就是美國 雖然我自己本人 都對聯合國的 公道拿中的能力 非常有保留 影子政府 因為確實 他都是受很多財團 影子政府去控制 我們看到他 所有的一行一舉 這麼多年來 我都不看到他 特別可以 剃造到地球的和平 不過 在現在 沒有選擇之餘 如果有一個國際認可的約章 或者是一個條文 約定了 一起合力去做一個拱子庫 而且說明裡面開倉的一些方法是怎麼做 如何公道 如何善用 裡面保留出來的 我們以後 未來地球資源的 舊屬的總子 我覺得都比 單純依賴 挪威 這個 被美國三大財團 掌控著的 沒有總子庫 不如 再不然 不如想自救 其實有沒有這些自救的行動 我們應該去做一下 聽聽兩位主持的說話 野草呢 其實每個國家 都應該慎重考慮 建立自己的總子庫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 如果未有的國家 都應該慎重考慮 而中國在雲南 有一個 規模 如果可以擴大 就更好 而我想說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譬如本地的農夫 如果可以的話 就儘量儲存自己的有機種子 天然沒有經過基因改造的種子 就儘量不要去買種子 不要賣給 尤其是基因改造的 跨國大公司的種子 就儘量不要賣了 其實說回我們自己的中國 其實中國也有一個 叫做中國總資銀行 那個位置就是在雲南省 其實雲南是整個中國裡面 稱之為植物王國 動物王國 或者微生物的王國 原來單單在這麼小的省份裡面 有超過1萬5千種植物 大約是佔全中國50% 就是差不多有一半 因為它很有趣 雲南這個地方 我去幾次 它的氣候有多種類 它的跨度也很高 湖北、河流 就是不同的地貌 其實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種存活的環境 替造出來 所以那裡真的難怪 成為我們國家超過一半 我們全國的物種都可以在那裡找到 對 中國這個總資庫 由中國農業部科學院國家總資庫去管理 它成立在1984年 也是當今中國目前最大一個總資庫之一 當然它的總資庫不單在雲南 在其他一些省份都有 但以規模來說 最大就是位於雲南 其次有另一個位於北京和青海 這三個總資庫 正正是中國現在 現有重點保存和管理的總資庫之一 你問我 我不相信這麼簡單 我們中國人都很聰明 說真的 有這樣的總資庫 前居可鑑 剛才第一節我們聽過 伊拉克、伊朗、秘魯的總資庫 總資庫 不知道為什麼會被人洗劫 有什麼好夾 要偷 我偷了一棵能吃的粟米 我偷銀行的錢 我去打劫 我去打劫 朱寶公司 總資銀行 都被人洗劫的話 一定是有更高一線的政治圖謀 所以剛才說雲南的總資庫 我覺得這麼聰明的我們國家 其實分分鐘最大那個 告訴你雲南 但是在其他哪些地方 才藏起來 真的可能做了這件事 其實是 你想想 我們有石油儲備 石油儲備 一個很重要的戰略物資 或者經濟的產物 總之也是一樣 如果一個總資庫是受到破壞 無論是人為 或者是天然 也好 真的可以摧毀一個國家的農業 令很多人餓死 所以無論如何都不會告訴別人 在哪裏 其實我想是有很多的備份 因為如果只是外國有句言語 就說不要把所有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 我相信國家也會考慮到這一點 不會只是在同一個地方 放在所有種子 也會把所有種子 在適當其他地方 備份 複製 以便儲存 還有你怎麼會去靠 一個老美三大集團 你不會期待他 將來會很公道地開倉 去鎮災 什麼時候都不會把自己 將來的幸福和安全 拱手交給美國人 所以我希望我們已經做了些事情 我覺得人類對於末日危機 其實由人類文明以來 都存在著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現在不僅會保存植物 其實以至到其他物種 我們都有類似相應的計劃 我知道在歐洲那方面 他們在2006年 有一批科學家 他們組成了一個聯盟 這就是來自歐洲太空總署的科學家 他們有一個很大膽的建議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離地球最近的月球上面 建造一個叫月球的方舟 這個月球的方舟不是擺石頭的 而是擺生物各種的DNA 不單是包括植物 而是包括地球上出現的所有生物 而透過這個計劃 將一些地球的物種 一些種 移植到在月球上去保存 即是保存一個不同物種的基因圖譜 但是不放在地球上 放在月球上 很簡單 我用一個比喻 可能我們用一個儲存器 將人類的卵子和精子 黑人、白人、黃種人、紅種人 每人抽一定數量的備份 然後放在太空的種子庫裡 萬一地球有什麼大災難、核災難也好 我們都可以保留一些最無污染的、最純種的 最傳統的一些卵子和精子 再透過使館繁殖 然後再重新培育這些物種出來 到時真的不知道是誰 誰開這個褲去培育 可能真的要有賴外星銀光 其實又是哪個國家 現在對月球有操控權 這個真是很大的爭議 其實這個構思就是歐洲太空總署 但美國的課家已經有同樣的計劃去做 他們稱之為拯救蒙明的聯盟 他們說其實我們有這個計劃 都是以凡萬一 如果地球發生了一個大災難、核變 甚至是地球遭受到一些天然蠔劫 令到很多人口消失在地球 我們最後還有一個機會 將地球原本的生物再次複製 但試想一下 如果這個月球的方舟需要啟動的話 我想那時候的地球 就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地球 是的 一啟動的話 這裡已經沒有蜜種 才要去那裡他球 就算不是死掉所有蜜種 我想都沒有了一大絕 當然不會像變形金剛那裡 看到一些狂派薄派的飛船殘崖 在那裡換醒麥加登之類 我們會看到這個月球方舟 其實背後的理念也是一樣 相信地球有朝一日會面臨一些重大的災禍 而我們需要保存的蜜種和延續它的繁衍 我們是有一個急切性或者需要性去建造這個方舟 去保存生命的延續 不過我想跟中原和野草去探討一下 我自己這樣想一下 若然地球遭受到這麼大型的災難的折磨 它肯定整個地球的氣候、地貌、生態 已經作了很大的變化 末日種子庫也好 月球上基因圖譜的方舟也好 其實它裏面保存的基因、種子 都可能只有小部分適宜 然後再在地球栽種繁衍下去 可能很多地球已經變成一個非常冰河時期的地方 都不需要拿出來 因為你拿出一些熱帶的植物 種子都不會種出來 有人工溫出的 除非是這樣的 你勉強去吃稻米就會種 但很多如果是沒有性價值的 就不會 你不可以單憑靠少許的種子和淘寶 可以重新去剃除地球 我反而覺得是要看回到時 地球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條件 你可能只可以選擇一些勉強適宜 在那裏繼續使用的東西 這樣就犯牽嚇部分 地球已經毀壞了 不是單憑可以靠這些保留的東西 可以挽回以前的經貿 或者抱著這些東西去別個星球 去 Europa 或者這樣更有效 可能我是比較佛家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如果要這樣發生 我們去掙扎可能都是枉然 都未必的 其實這個月球方舟現在都在運行 其實很多美國、歐洲政府 都在每一次登月或者進行太空任務的時候 他們都帶了一些種子 在上面進行一些實驗 甚至他們構思在月球 建立一個數據庫基地 終然這是真相 這件事是… 我不知道 我在主流的媒體資訊裡 我還沒聽過 原來已經運行了 我以為你剛才說的是一個計劃 就算中國都有 他有將一些地球的種子 運到太空過一個冷河 下來 看回這些種子的生長和變化 但也有一些政府 其實已經想著 將在月球的岩層的表面 建立一個… 即不是現在走了 我以為我們已經做了這個種子 我看的資料 他就說想計劃在2012年至2013年 即2030年 即這十多年裡面 就在地球建立一個實體的實驗室 因為以我們現在大部分人的認知 雖然也是另一個要揭破的真相 就是說我們其實也是 叫做登陸的月頭一次 雖然那次到現在 好像有一個真相揭破的可能 很多人都在質疑是否一件真事 我們有機會再探討這個議題 我先說一說他們這個構思計劃 是怎樣做的 他就想在月球的表面 岩石的深處 建立一個類似地窖 或者地下碉堡 首先你知道月球是一個無寵狀態 或者引力很低的地方 他同時要抵抗一個極端的氣候天氣 有輻射和真空的環境 所以要建造這個月球方舟 比在挪威起的末日總之庫 那個難度大很多 他要面對巨大的溫差轉變 真空的狀態 來自太空的有害射線 所以他的保存技巧和他們的安全性 比地球的挪威末日總之庫更嚴峻 還有在地球可以利用裏面的自動柴油發電機 或者其他可再生能源 可以去推動整個系統的運作 但去到月球 他們只能依賴太陽能 去推動月球方舟的保溫系統 甚至乎他的運作 還有通訊方面 他還要考慮怎樣定期監察到這個地球 運作會不會發生一些火警 或者是電源供應 溫度、濕度 所以這些技術性 也是末日總之庫其中難的地方 太難太難了 你想想我們這麼多年來 都是所謂登陸月球一次 我們在上面再做一些建築 是否這麼容易 還是我們聽過有些陰謀論話 其實上面都已經做了一些基地 除非是這樣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興建月球方舟的方向 或者計劃的原意 我也認同是好的 也有這個需要性的存在 希望 還是那一句 我覺得出發點是好 不過是自私的 誰去做這個總子庫 或者基因的資料庫 我都覺得 一定要先定下一個有效公道的約章 就是講到明怎樣使用 不然這個總子庫 這個基因圖譜的方舟 都只會給了小撮擁有者 他自己去救贖他們自己 也是一樣 其實有這個計劃 原意是好的 但到最後執行和擁有權 這才是爭議的地方 永遠魔鬼都藏在細節裏 到最後這個末日總子庫 真的要開倉 要去拿那些總子出來應急 是誰可以用 派的數量多少 需不需要付錢去買 那個價格是怎樣定 分分鐘就不是買的 我覺得去到那個景地 這個世界 就是這樣說 錢這件事 可能整個價值的意義已經不同了 當然這個世界一樣可以拿到好處 如果你拿著資源 到時未必是用你的錢來換 可能會拿其他重要寶貴的資源 可能將你的國土換一半給我 沒錯 或者你當時的農產品收益 有一半土地的收益是捐獻給我的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這些很多細節 我們在這個計劃裏面 都未認真去考慮 或者收到這方面的資訊 我們剛才說了植物的種子庫 其實針對我們自己 我們也有一個地球的避難所 是的 其實我一直在說末日種子庫 我想是重要的是一件好事 不過如果地球避免到大災難的話 其實最重要就是survive 就是活下去 說真的 如果人不能活下去 這些種子都沒有用 所以不可能你只是這麼單純去做一個末日種子 不做其他事情 人類都要保護自己 繼續生存 沒錯 當然也是美國佬 我相信我現在說是美國佬 資訊就是美國的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簡稱叫FEMA 聯邦緊急管理應變中心 是的 其實世界各國 暗地裡 自己都可能相繼會做了很多這樣的裝置 他們做了什麼呢 這個機構就在1979年成立 主要是去處理 如果一旦有一個大災難發生的時候 在美國那裏 如果是有一個摧毀性的災難 以至大部分的資源和整個社會秩序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就是出來危急處理的組織 他要去預備去面對這些事情 其實已經半公開地 即是將一些他們過去 之前前身沒有這個組織 之前已經有用別個組織的名堂做了很多事情 早在冷戰期間的時候 美國已經開始做了很多地下城 英文叫做Deep Underground Military Basis 英文我們選擇D-U-M-B-S Dumps 第一個做出來的 在冷戰期間的時候 就是在科羅拉多州 裏面有一個科羅拉多州 全西南面九公里島的地方 在那個山裏面 就掘了幾十米 幾十層樓高的深度的一個地下城 如果你去上網Google 或者去YouTube找 其實都看到很多這樣的照片 裡面已經看到地下城裡面的很多不同的裝置 他經過一條隧道 走到地心裡面的時候 第一個所謂的大門 是一個很厚很厚的25公噸 重的一個好像隔慢形狀的一個門 裡面緩佈了很多電子儀器 你看到他的裝置很明顯地想把整個地底的環境 叫做完全絕緣 離開地面上的所有東西是完全隔離開的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彈弓的裝置 我們看上不知為什麼 後來有些專家分析說這些都是防止有核爆的時候震動的裝置 也看到有很多地下列車軌道 原來還有很多倉庫囤積了很多食糧和物資 還有地下的一些廣場 娛樂中心 供電的設備 甚至乎有些地下的種植場 也都已經試種了很多稻米 類似這樣的地下的城 就已經有不少於129個已經蓋成了 即是已經蓋成了 即是已經蓋成了 雖然沒有使用 OK 到這裡 浩斯 美國政府動員這麼多資源 人力物力 建造了這些地下避難所 意義何在呢 我覺得很明顯 看到這個世界 看了2012的電影之後 幸好應該是之前 如果說冷轉期間已經蓋成了 即是已經超過50年了 很明顯的事情 就是他們覺得地面遞震時不太好住 應該都是防範於微然 我想很明顯就是他們相信這個世界 突然地面已經是不適如居住 才會有這樣的裝置 還有講開FEMA 我也要講一下 還有一些怪事發生的 在喬治亞州 有一個地方叫做Madison 也有一個大的空地大吉地上面 發覺很奇怪 有很多個黑色的大盒 排了上千數萬 直接數過 簡單的估計 估計都應該有50萬個 那些是棺材來的 沒錯 塑膠棺材 後來就去訪問那裡的業主 因為業主就說 沒有 我只是租給別人 他們說這些叫做Cascade Liar Niner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Cascade Liar Cascade就是一層層 他講Liner 不知道是不是睡在上面的人 按字面我會這樣譯的 這些黑色的棺材 一個個搭在那裡 就搭了50萬多個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這些東西在那裡呢 後來有些陰謀論的人 就訪問有一個機構叫CDC 就說它是遭用這塊地 去存放這些黑合的一個組織 而他們那裡就爆響口 就說這些是用來放屍首的 不過我想放屍首的 就算有什麼大危難 50萬個 相當之多 什麼大災難會致使有50萬人死亡 我們猜不到 不過呢 如果FEMA這個機構做得到這件事的話 它也有一個這樣的估算 就是未來有機會 可能有一些大型的災難 疫症或者天災會致使使用這些黑色的棺材 很多人看完YouTube的影片 關於這些塑膠棺材 就不其然聯想到2012世界末日這個課題 他們相信美國政府一早知道 在這一兩年裡 將會發生一些天災人和出現 而會導致很多國民面對一些生命危機 甚至是死亡 所以他們有此一著 既然到那時候才到處找棺材 找裝屍袋 我倒不如放在那裡 萬一有什麼事的話 我全部將屍體可以即時處理密封 以及即時落狀 你知道如果發生洪水 好像2005年卡特里納 都導致幾千人死亡 如果屍體到處飄 有疫症出現 所以你看到美國政府 其實他們預計到最壞的情況 可能會施橫遍野 他為了減少疫症的傳播 或者以最快速度處理這些屍體 把棺材放在那裡 還有另一佳作 剛才說了地底城 說了這些棺材 還有一個陰謀論 亦都說是FEMA這個組織去製造的 就是一些集中營 在美國那裡 已經看到有好幾個類似集中營的建築 在一些僻地已經蓋好了 只有一條軌道去到集中營那裡 一樣都是從門深鎖 鐵絲網 5、6、7、8米那麽高 周圍放了閉路電視 為何要做這樣的集中營 究竟什麼時候會使用呢 誰會管理呢 真是有可能 又是New World Order的 agenda 才能解說到 我想FEMA 現在正在做關於塑膠棺材 這些運輸網絡系統 類似集中營那樣的建築物 我們可以找一次 再開一個獨立的題目 去解釋一下 對 這個很有趣 我覺得可以解釋一下 去到節目尾聲 我們也想藉著 梅日總支庫這個課題 帶出一個最後的訊息給大家 就是我支持說有梅日總支庫這件事 但是我希望對抗這個種子霸權主義 其實地球上所有的物種種子 是屬於這些地球 屬於所有的人類 屬於所有的生物 我不喜歡或者我不想 有任何國家或者一個大集團 一些既得利益者 藉著去壟斷這些種子 或者是這些物種的DNA 去進行一個炒作 壟斷資源 侵略別角 或者是再去利用這些科技 或者是資源去操控其他世界 我是同意總支庫原有的概念 但是到最後 我不想這個總支庫 成為一些國家 既得利益者 一些背後的政治 或者是掠奪 在尋找的工具 即是第二陣時 如果真是我們個個不做事 是靠這三個財團 去持有的總支庫去做救贖的話 即使你拱手相信自己未來的幸福 兼且可以說 這個擁有的人 就很容易地圖謀到未來的霸政 因為地球是他們的了 總之都是那一句 如果無論你是從事農業也好 或者你是代表國家也好 保留一些屬於自己國土的種子 以防萬一之需 不要成為其他國家 或者其他既得利益者 去侵略你 或者去影響你的農產品 一個手段 一個工具 是的 也不要告訴別人 收藏在哪裡 因為如果不然會被人洗劫 OK 來到節目的尾聲 又是本周金句的時間 浩瑟 你幫我們準備了什麼金句 今集的金句就是爺爺草去幫我們預備 不過他在節目最後幾分鐘 趕時間離開 我幫他講 麻煩鍾原和我們中譯出來 好 這個是Albert Einstein說的 即是愛因斯坦 Only two things are infinite the universe and human stupidity and I'm not sure about the former 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是無限的 第一是宇宙 第二是人類的無知 我不肯定前者 大家都知道 他肯定是後者 我也是 我肯定人類的無知是無限的 不單是無知 好 今集我們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我們再見 拜拜 1 一個文行 2 3 2